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简单快捷的家常菜,蒜蓉茄子 独特的酱汁做的蒜蓉茄子,真是好吃 用这种方法蒸茄子,可以保持茄子的颜色 现在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先将茄子洗干净 去地 在手上撒上一些盐 用手轻轻地按摩茄子 使茄子外皮均匀地备盐过一遍 然后滴上一点点油 再用手轻轻按摩,使茄子表面备油过一遍 将蒸锅中的水烧开 把茄子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大火蒸25分钟 蒸的时候,准备配料 这是配料所用的食材 5个小米椒切成圈 5个小米椒切成圈 装入小碗中 一头大蒜去根 用挤蒜器,把大蒜挤到小碗中 把香菜切成小段 把香菜切成小段 装入小盘中 配料就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调料汁 在碗中加入两大勺生抽酱油 一大勺蚝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加一些盐 搅拌均匀 这里还加了一小勺藤椒油 是这道菜的好吃的关键 搅拌均匀 浇上烧热到大约220度的热油 先浇几大勺 搅拌均匀 不要一下子都倒进去 以免把大蒜炸糊了 再将剩下的油倒入 继续搅拌均匀 像这样的 酱汁就做好了 茄子蒸了25分钟后取出 看着颜色 还是漂亮的紫色 用筷子将茄子分成细长条 浇上酱汁 撒上香菜碎 一盘好吃又好看的蒜蓉茄子就做好了 喜欢就试试吧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